近日,两只三岁大熊猫麦麦和林妍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来到河南洛阳、鸾川县、渡海野生动物园。 为了迎接它们的到来,动物园早就建好了占地2400多平方米的大熊猫馆,并且专门派出三名技术人员到四川大熊猫繁育基地进行学习,取得了熊猫饲养的管理证书。 据介绍,两只大熊猫经过简疫隔离后,国庆期间就能跟游客见面。